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九二一大地震之后 从我家阳台上面拍下去的 心情非常的难过 也非常的紧张 后来经过两年之后 就是有实际的帮忙 学校就变成了非常的漂亮 非常开心就是我们的学校 后来也重建完成 剪贴布里当时是小二学生的蔡依荣 国字掺杂注音符号 写下的愿望已然成真 从沮丧无助到重拾欢笑 蔡依荣从小学到大学毕业 最后考上教师执照 回到母校无成国小任教 哪些是植树全班 我也会跟他们说 你的这张桌子说不定 老师曾经用过 你走过的路 其实老师也都走过 最好的教材其实是人生的体验 教导孩子要懂得感恩 然后要懂得回馈 蔡老师的921体验 有悲有笑 更承接了外界满满的爱 这份爱妈妈也感受到了 于是到校园当事工 现在到了读经课的时间 一 二 三 跟读经妈妈问答 一 二 三 跟读经妈妈问答 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们小孩子都在学校受贿 我有那个能力 当然是回归给学校 妈妈是读经老师 女儿是数学导师 尽管领域不同 但母女俩的话题 离不开学生 看着和自己穿着 同样制服孩子 长大 然后慢慢地从不懂事 变懂事 其实那种感动 其实一直都在 我跟妈能够服务别人 真的是比被人服务更有福气 而且是一件幸福的事 有快乐的老师 就会有快乐的孩子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磁场 爱的磁场才有快乐校园 这对南投国中师生来说 深切体会 师生在美岛他的活动中心 用泡面和矿泉水箱子 隔成二十间教室 课难上课 残破的墙上 美术老师肖卢凯挂上学生画作 断圆残壁 充当艺术广场 减缓彼此的紧张情绪 正在19年后 肖老师已经退休 但经常回到校园 告诉学生 这段痛与爱的日子 921的震灾相当严重 我当时看到怪兽在拆 我们的美术大楼 当我在画这一张画的时候 觉得要一种心情 对大自然一种关心 并且要学习跟大自然 怎么样和平相处 用画抚平伤后 肖老师花了两年时间 用157块陶板雕刻 拼凑成这幅巨大的作品 捐给学校 里面人物都以学生为主角 有不少孩子的家里 都曾经遭遇过灾难 但是他们能够忘怀一切 忘记伤痛才能迎接新生命 学校老师胡乃韵 曾经是肖老师的学生 921地震当时就读国三 你会想当美术老师 是不是也是受到 肖老师的启发 这是无庸置疑的 只要坚持自己要走的 那一路很辛苦是没有关系 但是最终目标是有目标 终于抵达为人师表的目标 胡乃韵回到女校春风花园 眼前的孩子是学生 也是学弟和学妹 跟他们沟通上会多一层关系 他们会觉得说 好像是学姐在跟他们讲一件经历 可是其实我们又是老师 又是导师 所以我觉得学弟妹或是学生 还蛮能接受我 跟他们说的话 昔日受灾学生 今日爱心导师 在希望工程的校园 师生们的希望已经起飞